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欧阳锦深受家庭环境熏陶 经过爷爷和父亲的严苛教诲 他后来成长为县城名声显赫的医生 欧阳锦不仅医术精湛 而且医德高尚 如果是贫苦的老百姓来再找他看病 欧阳锦从来不收诊疗费 而且还免费送药给他们 所以只要提起欧阳锦 大伙都是交口称赞 欧阳锦原本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妻子刘氏原本是村里教书先生的女儿 不仅模样俊秀 而且知书达理 温柔贤惠 是欧阳锦的贤内助 欧阳锦和刘氏结婚十年 刘氏原本怀过一次孕 不料隆冬的一天 下起了鹅毛大雪 雪天路滑 刘氏不小心摔了一跤 造成了小产 孩子没有能够保住 刘氏还为此落下了后遗症 以后都不能再怀孕了 刘氏没有能够为欧阳家延续香火 觉得对不起欧阳锦 欧阳锦非常通情达理 反而安慰刘氏不必愧疚 所以夫妻两人的感情一直非常好 恩恩爱爱的生活了十余年 俗话说月有阴晴缘缺 人有旦夕祸福 正当欧阳锦夫妇生活的安顺和美的时候 刘氏却发生了意外 时值寒冬二月 眼看快到年关了 家家户户忙着打扫屋子 采买年货 准备过个喜庆的新年 这天一大早 刘氏上街买猪肉 走到十字街的一处溜坡 因为昨晚刚刚下了一场暴雪 所以地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 非常溜滑 刘氏正在往坡上走的时候 前面有一辆大马车 马车上拉着一车的重物 车夫拽紧马的缰绳 吃力的爬坡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马的脚下打滑 缰绳崩断 马车往后迅疾滑下去 车夫见状大惊 赶紧拼命呼喊 闪开 快闪开 刘氏正好跟在马车的后面 看到马车朝他撞来 吓得六神无主 再想跑已经来不及了 就听见砰的一声巨响 刘氏被马车撞翻在地 鲜血崩流 等欧阳锦得到噩耗 心急如焚赶来到时候 刘氏已经咽气了 俯着刘氏冰冷的尸体 欧阳锦伤心的嚎啕大哭 在场的老百姓看了无不动容 在好心人的帮助下 欧阳锦将刘氏的尸体运了回去 买了一口棺果 将刘氏入殿安葬了 一晃过去了三年 欧阳锦为刘氏守孝马了三年 就有媒婆上门为欧阳锦说亲 欧阳锦也见过几个女子 但感觉都不是很满意 所以续闲一事 就这样放下了 这天一大早 邻村的一位后生找到欧阳锦 说他的老母亲哮喘病犯了 请他上门为母亲看病 欧阳锦二话没说 悲起药箱就跟着年轻人走了 这次出诊还算比较顺利 欧阳锦为老人把脉之后 留下了药膏 这才起身离去 邻村距离欧阳锦住的村子 还有一段距离 他刚刚走到河边 忽然看到河滩上 躺着一个年轻女子 欧阳锦大吃一惊 赶紧快步跑了过去 只见女子脸色苍白 没有一点血色 欧阳锦马上为女子把脉看了看 知道他这是气血不足所致 并无性命之忧 这才稍稍安心 于是背起女子回了家 回到家之后 欧阳锦熬制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红糖水 为送女子服下了 红糖水下肚 腹中有了热量 女子渐渐苏醒了过来 看到自己躺在柔软的大床上面 又看了看眼前站着的欧阳锦 女子轻声问道 大哥 这是什么地方 欧阳锦微微笑了笑 回道 姑娘莫要担心 这是在我家里 方才我见姑娘晕倒在河滩 所以就把你救了回来 啊 原来是这么回事 太谢谢大哥了 姑娘不必客气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怎么会晕倒在河滩呢 女子这时候红了眼圈 哽咽着说道 我叫春文 我是逃难来到这里的 已经饿了几天了 早上想在河边喝口水 不料刚刚蹲下就晕倒了 多谢大哥失手相救 啊 是这么回事啊 春文姑娘 你还有家人吗 不瞒大哥 我的家乡遭受水灾 父母都已经罹难了 只有我一人逃了出来 说到这里 春文忍不住伤心的抽气起来 欧阳锦赶紧劝魏道 春文姑娘 你不要太伤心了 我现在也是孤身一人 你就先在我家住下吧 说吧 烧了一锅热水 让春文舒舒服服洗了个热水澡 换了一身干净衣裳 又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 好好款待与他 就这样春文在欧阳锦家中住下了 自从春文来了之后 欧阳锦的生活就大不一样了 春文每天天不亮就起来了 早早地做好了早饭 欧阳锦起床洗漱之后 就能够吃上热气腾腾的早饭了 欧阳锦到医馆为患者诊治 春文则在家打扫屋子 洗衣做饭 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欧阳锦从医馆回来 春文就把可口的饭菜端上桌 欧阳锦吃着春文亲手做的饭菜 心里甭提多美了 自从妻子离世后 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这种家的温暖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朝夕相处 欧阳锦和春文两人渐渐相互产生了感情 后来在乡亲们的见证下 他们拜堂成亲了 小两口结婚后 夫唱妇随 恩恩爱爱 小日子过得适合和美美 欧阳锦和春文结婚后 日子一晃过了一年 这天恰逢是端午家节 欧阳锦和春文在家包粽子 准备好好在家过个端午节 就在这时候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欧阳锦起身开门一看 原来是邻居的黄大娘 她的身后还站着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欧阳锦说道 啊 黄大娘 快 快屋里坐 说吧将她请进了屋 春文端来香茶奉上 说道 黄大娘 您请喝茶 哎哎 多谢姑娘了 黄大娘笑着说道 欧阳锦就问 黄大娘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黄大娘轻轻叹了一口气 说道 欧阳锦啊 我今天来找你 是有件事想求你帮忙 黄大娘有什么事只管说 只要我能够帮得上的 我一定尽力而为 黄大娘拉过身后的小伙 说道 这是我远房的一个侄儿 名叫黄健 现在他的爹娘都已经离世了 剩下他孤身一人 我也老了 没有能力照顾他了 欧阳锦啊 你能不能收他做个小学徒 干什么都行啊 只要混个温饱就行了 欧阳锦看了一眼黄健 只见他长得是眉清目秀 模样非常俊朗 于是就问他 你今年多大了 黄健赶紧回到 我今年二十一了 嗯 欧阳锦听罢点点头 这黄大娘是自己多年的老邻居 梁家的关系相处得非常好 妻子刘氏死后的那几年 黄大娘常常帮助自己 现在他开口求自己帮忙 当然不能搏了他的面子 想到这里 欧阳锦就说道 好吧 这个徒儿我收下了 黄大娘闻听大喜 赶紧拉过黄健 说道 你还不快拜见师父 黄健立马跪倒磕头 徒儿拜见师父 就这样 欧阳锦将黄健留在了医馆 教他怎么炮制中药 熬制丹药 黄健年轻脑瓜子灵活 学什么都快 不出几个月的功夫 就把炮制中药的手艺学会了 成为了欧阳锦得力的助手 这天晚上 欧阳锦洗漱完毕 刚刚回到卧房休息 春文说道 相公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娘子 你我是夫妻 有什么话不能说呢 相公 我发觉你收的 徒儿黄健看人的时候 眼神不善 想必他藏有很深的心机 你不得不提防啊 欧阳锦听爸 哈哈大笑 娘子 你太多虑了 他不过是一个 二十岁出头的矛头小伙子 能够有什么心机啊 好了 好了 时候不早了 早点休息吧 春文见欧阳锦不信 也不好再说些什么 回到 但愿是我多虑了 说爸就熄灯睡了 过了没有多久 城里的一位大员外病了 他请管家用轿子 请欧阳锦上门诊治 欧阳锦临行前 叮嘱黄健 说道 徒儿 我这一走 至少得三五天才能够回来 家里就交给你了 一定要好生看家 照顾好师娘 记住了吗 黄健连忙回到 您就放心吧 师父 我都记下了 您只管放心去吧 听到这里 欧阳锦满意的点点头 坐上轿子走了 欧阳锦走后的前两天 黄健表现得规规矩矩 每天在家打扫庭院 匹柴挑睡 逃至中药 每样活做的事有模有样 春文看在眼里 倒也安心了 到了第三天晚上 这晚春文在卧房换衣上 正准备洗漱 突然房门哐当一声被撞开了 春文吓了一大跳 抬头一看 只见黄健瞪圆双眼 仗红着脸了闯了进来 春文大怒 骂道 混账 你来干什么 黄健嬉皮笑脸的说道 师娘 徒儿已经喜欢你很久了 趁着师父不在家 就请你医解我相思之苦吧 说吧 黄健宁笑着扑了过来 春文怒不可遏 抬起手啪了一下 狠狠扇了黄健一记耳光 骂道 放肆 你这猪狗不如的东西 不要忘了你自己的身份 我是你的师娘 你竟敢对我无礼 小心我告诉你师父 好好收拾你 这一巴掌瞬间打醒了黄健 他也晓得其中厉害 如果春文把这件事告诉欧阳锦 欧阳锦肯定饶不了他 他不仅前途进会 而且势必闹得声名狼藉 到那个时候 谁还会收留他 黄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痛哭流涕 苦苦哀求 师娘 徒儿知道错了 就请师娘饶了徒儿这一回吧 说吧 痛痛痛磕响头 春文这时候也心软了 语气缓和了一些 呵斥道 你还不快滚 黄健连滚带爬 跑出了春文的卧房 过了几天 欧阳锦从城里回来了 还给春文买了不少胭脂水粉 春文自然是高兴不已 赶紧将欧阳锦迎进屋里 夫妻两人有说有笑 黄健在屋外听得是心里直打鼓 他心里七上八下 深怕春文把那晚的事告诉欧阳锦 好在春文没有把事情做绝 那晚的事情隐瞒没有说 黄健一颗悬着的心 这才放下了 这天医馆里不太忙 欧阳锦一时高兴 就放了黄健半天假 让他进城去玩半天 黄健谢过师父 出了医馆就去找他的好朋友阿年 阿年比黄健大几岁 他们是老乡 一起从家乡出来到城里讨生活 阿年如今在一家客栈当伙计 他原本就品行不端 到了客栈当伙计之后 又结交了一些不三不四的狐朋狗友 越发是学坏了 黄健拉着阿年到一家小酒馆坐下 点了几样小菜 叫了一壶好酒 两人边吃边聊 黄健一脸猛灌了几碗酒 阿年笑嘻嘻地说道 黄健贤弟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咋愁眉苦脸的 是不是遇到什么烦心事了 不妨跟大哥说说 黄健重重叹了一口气 一仰博 一碗酒又下肚了 说道 哎 不提也罢 不提也罢 阿年毕竟年长几岁 一眼就看穿了黄健的心思 笑嘻嘻地说道 黄健小弟 你是不是为了一个女子发愁啊 黄健猛地睁大了眼睛 大哥 你 你怎么知道 哎 贤弟就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你就说是不是 是 的确是 大哥猜得太对了 贤弟是不是被你的师娘迷住了 怎么 连这个大哥也知道 大哥 你太神奇了 哼 你那点小心思 怎么瞒得过我呢 那么大哥有没有解决之法呢 当然有了 这种事情在我这里 根本不算是个事 说吧 阿年从怀里掏出 一个白色的小瓷瓶 递给黄健压低声音说道 小兄弟 有了这个 管宝叫你称心如意 黄健接过瓷瓶 将信将疑 大哥 这能行吗 哎 贤弟 这你就不懂了不是 不管多么刚烈 难以驯服的女人 只要你给他用上这个 他立马就会变成温顺的小绵羊 乖乖的听你的话 黄健听罢 大喜播望 那太感谢大哥了 来来来 咱哥俩今天一醉方休 说吧 两人工酬交错 喝得兴起 一直喝到深夜 才醉熏熏的离开 眼看快要入冬了 春文见相公欧阳锦的冬衣 都已经非常破旧了 决定上街买一些布料 亲手为夫君做一件冬衣 来到大街上 只见大街上人来人往 习习嚷嚷嚷 很是热闹 春文正在街上走着 忽然看到前面围了一大圈人 指指点点 不知道在看些什么 春文带着几分好奇 挤进去一看 原来是一个五大三粗的猎户 在叫卖一头小鹿 只见这头小鹿刚刚成年 还带着几分稚气 黑黑的眼眸里面 湿润晶莹 似乎有泪光闪动 猎户高声叫卖 大家看一看 瞧一瞧啊 这是野生的驯鹿 买回去可以大补啊 围观的老百姓议论纷纷 听说鹿血可以滋阴壮扬啊 乃是滋补的绝品啊 是啊 你看这头驯鹿刚刚成年 他的肉一定很鲜美 那你买回去补一补啊 你家老婆早就说你不中用了 哈哈哈哈 圆群中爆发出一阵狂笑 春文有些听不下去了 当他看到驯鹿哀怨凄苦的眼神 不由得动了侧隐之心 拿出身上所有的钱 一把递给猎户 大声说道 这头鹿我买了 猎户见春文如此爽快 也没有多说 好吧 这头鹿你牵走 春文牵着小鹿 来到了城外的大荒山 寻到一个隐蔽的地方 眼见四下无人 这才解开绳索 说道 小鹿啊小鹿 你快逃命去吧 再也不要被人逮住了 小鹿似乎听懂了春文的话 回头深情的凝望了春文一眼 这才依依不舍的跑进了树林深处 春文就下小鹿 没过几天 很快就把这件事给忘了 这天晚上春文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梦见一位白衣飘飘的漂亮姑娘 只见姑娘说道 春文姐姐 谢谢你的救命大恩 我无以为报 就送你一个香囊吧 请你随身带着 遇到危险的时刻 这个香囊能够救你脱困 春文一觉醒来 赫然发现床头柜上放着一个精美的香囊 做工精致 香气扑鼻 春文大吃一惊 难道昨晚的梦是真的不成 春文百思不得其解 随手就把香囊挂在了腰间 日子如流水一般划过 一晃过去了一个多月 相公和自己都相安无事 春文悬着的一颗心 也就慢慢放下了 这天一大早 欧阳锦刚刚起来 突然门外响起了猛烈的敲门声 欧阳锦煞食一惊 心说 这是谁啊 这么早来敲门 欧阳锦开门一看 只见门外站着一个管家模样的人 风尘仆仆满头大汉 见到欧阳锦 他就焦急地喊道 欧阳大夫 快 快救人啊 欧阳锦大吃一惊 回道 你有话慢慢说 不要着急 男子这才说道 欧阳大夫 我是城里 马掌柜的管家 马掌柜的女儿得了急症 请了许多大夫都束手无策 马掌柜要我请你赶紧去为他女儿看病 完了可就危险了 欧阳锦一听情况危急 赶紧背起药像 说 走吧 咱们赶紧走吧 管家骑着快马带着欧阳锦急驰而去 欧阳锦的医术真是高明 他来到马掌柜府里 即刻为马掌柜的女儿扎了针灸 不过几天的功夫 马掌柜的女儿就转危为安 病情得到了控制 身体渐渐康复了 马掌柜见女儿得救了 欣喜不已 拿出重金筹谢欧阳锦 欧阳锦不是贪财的人 只拿了一些散碎银子 马掌柜钦佩欧阳锦一德高尚 就送给欧阳锦一匹小毛驴 说道 欧阳大夫 你这回去 路途比较远 这匹小毛驴就送给你当脚立吧 欧阳锦实在是推辞不过 只好骑着毛驴回家了 刚刚走到城郊 突然从树林里面窜出一个黑影 操起木棒 狠狠砸向欧阳锦的后脑勺 欧阳锦猝不及防 瞬间被打晕在地 黑影拿出一个大麻袋 将欧阳锦装进麻袋里面 而后扛起麻袋 扔在了荒山里面 黑影牵着毛驴急匆匆逃远了 这天晚上 春文在房里坐卧不宁 想过欧阳锦已经出去好几天了 始终不见回来 春文不免有些担忧 深怕他在路上出现什么意外 正当春文感到焦躁不安的时候 黄剑嬉皮笑脸的闯了进来 春文不禁大怒 你来干什么 黄剑宁笑着说道 小美人 你是不是感到很寂寞 今晚就让我来陪陪你 说吧伸手就要去摸春文的脸蛋 春文大怒 呵斥道 你真是死刑不改 上次饶了你 这次没那么便宜你 等相公回来 我就告诉他此事 叫他立马赶你出去 黄剑冷笑一声 哼 你还想等他回来 别做梦了 你相公回不来了 春文听罢 心里猛的一惊 你 你爸我家相公怎么了 哼 我不妨告诉你 我在欧阳锦回来的半道上 把他打晕了 然后将他扔在了荒山里 这会儿他只怕早就让狼给吃了 哈哈哈哈 说吧黄剑一阵狂笑 笨虎扑石一般扑向了春文 春文恼羞成怒 拼命撕打黄剑 黄剑搜得掏出瓷瓶 啪的一声洒出银骨粉 呵斥道 这回由不得你了 春文中了谷药 刹那间只觉得天晕地转 头中脚轻 浑身感觉绵软无力 黄剑看霸大喜过望 看来谷药起作用了 他冲上来迫不及待就要扒春文的衣裳 就在这危急时刻 春文摸到了腰间的香囊 他拼尽最后一丝力气 将香囊砸向黄剑 只见一道金光闪过 黄剑瞬间就被变成了一只黄色的癞蛤蟆 蹲在地上鼓着一双大眼睛 看着春文 就在这时候 房门突然被打开了 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 带着欧阳锦走了进来 欧阳锦一看春文眼神迷离 浑身无力 惊慌不已 一把将他抱住 大声呼喊 娘子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年轻女子说道 你的夫人中了谷药 不过你不要着急 我来救她 说吧 拿出一个预警瓶 撒下几滴甘露到春文的脸上 春文顿时就醒了过来 见到欧阳锦还活着 春文喜极而泣 相公 你还活着 太好了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欧阳锦回道 娘子 我这次能够活着回来 多亏了这位姑娘相救啊 说吧 一指身旁的女子 春文一看眼前的女子 感觉很是面熟 咦 这不是那晚梦中见到的女子吗 原来是你 春文赶紧失礼 多谢姑娘救命之恩 女子搀扶起春文 柔声回道 恩公 不必谢我 是恩公先救了我的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报恩而已啊 春文听霸大惑不解 你喊我恩公 我什么时候救过你 我怎么不记得了 呵呵 恩公 你不记得了吗 你曾经救下一只小鹿 并且把它放生了 你救下的那只小鹿 那就是我 春文听霸 惊讶不已 原来他救下的那只小鹿 乃是在山中修炼的一只鹿仙 鹿仙在修炼的时候 不小心中了猎人设下的陷阱 险些死于非命 多亏春文出手相救 鹿仙才得以脱身 鹿仙为了报答春文的救命之恩 才托梦送给春文一个香囊 当春文遇到黄剑非礼的时候 这才保住了春文的清白 黄剑将欧阳锦打晕后 把欧阳锦扔到荒山里面 也是鹿仙把欧阳锦救了回来 春文明白了一切之后 百感焦急 当即就要叩拜陆仙 这会儿陆仙早就消失不见了 半空中传来一位女子温柔的声音 恩公 请你擅自保重 我们后会有期 不一会儿 一岛祥云飘过屋顶 腾空而起 直冲云霄 欧阳锦平安归来 小两口又过起了和和美美的日子 转过年 春文就给欧阳锦 生了一对龙凤胎儿女 欧阳锦出为人妇 高兴的是何不拢嘴了 一家四口从此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